毕业季当中 还有一个角色 不可缺少 那就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第三位选手登场 欢迎 崔欣秦老师 崔老师 你好 我看到您特别激动 因为我前段时间特别迷那电视剧 虎妈猫爸 虎妈猫爸里面呢 崔老师饰演了一个孩子他老了 当然崔欣秦老师呢 在这个虎妈猫爸播出之前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身份 就是明星教师 或者说是超级明星教师 究竟都带过哪些学生呢 我们一会儿好好的聊一下 崔老师 光我说了 你也说两句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的老师 崔欣秦 欢迎秦老师 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的家庭梦想 今天是为了 我的学生的学生 来的 学生的学生 对 为他们的梦想 他们的梦想是 一会儿再说 一会儿再说 对对对 我们先紧着开门 来崔老师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剑 如果说您今天能够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由长和气色好的 会员桃果肉 为您准备的家庭梦想基金 到底您能拿到多少钱 我们看看您的努力了 好不好 好的 第一扇门 请按下门铃 我觉得你还没唱够呢 我还没唱够呢 但是您听出来了对吧 我听出来了 来吧 那回来吧 好吧 听出来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起来 知道了 什么歌 毕业歌 对吗 那我们就看看到底 对不对 来 前场的朋友们 借我你们的双手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剑 没问题 我们是满大剑 在做这天下的心华 而是大众的决商 看吧 丁丁丁过度的沦桑 我们是要选择战 还是想 我们要做足人间的死在江上 我们不愿多努力而心与之上 我们今天是烧力奋放 明天是消费的同样 我们今天选择在一旁 明天要写起平足 此举的祈祷 激浪 激浪 不存在 公司们 公司们 快打住你 在公司天下的心华 谢谢 北京青年合唱团的朋友们 谢谢 好了 恭喜您 家庭梦想基金收获了第一笔 一千元 好 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毕业歌 您哪年大学 毕业的 我是七八年入学的 七八年入学 对对对 八零年毕业 我是干部的 就是七八年 我们招了一个表演 师资班 所以您那应该算是 这个恢复高考以后的 第一届大学生 对对对 现在您教授的专业是 我就是从表演教育毕业的 所以我现在呢 又在教表演教育班 对 所以需要把老师的这个新活 给传承下去 对对对 真好 希望您逃离满天下 谢谢 虽然那已经是逃离满天下了 希望您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吧 谢谢 接下来是第二扇门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出发吧 第二扇门 请按下 门铃 好 加油 好 好 从前来到 说小不信 没有听出来了 是小明鸟儿 在不能说话 在这条地上消失 贵了 又贵了 对对对 这个我是会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学校的 清晨是早晨 校园的 您说校园有人鼓掌了 校园的早晨 确定吗 确定 那我们开了啊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集 没错 太棒了 这小鱼 是小鱼 几天来到 树下读书 初心的太阳 冲在脸上 也照着身旁 这棵小树 几天的伙伴 亲爱的小树 和光风险阳光远路 请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 直到长城 直到长城 翻天大树 你太阳 照在脸上 你照着身旁 整个小树 欢迎黑鸭子组合 欢迎黑鸭子组合 你们好 孙老师 恭喜您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 两千元 太好了 太好了 开心啊 校园的早晨 对于学习表演专业 学习播音专业的孩子们来说 可能又是不一样的 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我是学习委员 我们的要求是 每天早晨 必须要去 出成功 出成功 朗诵 练声 对 每天早上 要比其他专业的同学 要至少早起 一个小时 我们学校是六点半 更早 对 就在操场 漆黑的 就是风雨无阻 都要去练 语言 练形体 那种觉得好苦啊 但是 其实毕业也会非常留恋 对 非常留恋 那样一段 现在会想如果有机会 哪怕苦点 爬起来 去练个声 八百标兵 奔北坡 泡兵 北边跑 泡兵 怕把标 碰 标兵怕碰 泡兵怕 表演专业也要练这个 必须的 吃得苦中苦 方位 人上人 对对对 才能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去打开自己的天空 必须的 谢谢崔老师 谢谢崔老师 对所有这些学生的鞭策和鼓励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开门了 第三扇门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响 门铃 加油 好 仔细听 可能没那么简单 好 这个我觉得很轻松啊 这个歌有点对我很适合 很适合 对对 因为我就是一棵小草 为什么说自己是一棵小草 因为去为别人去服务 就是从我的路上走过去 一般老师通常会把自己说成是圆丁 浇花的 结果您把自己说成是草坪 给孩子们铺就一条 通向未来的 绿音的 对 你确定这首歌的名字叫 小草 对吗 好像毋庸置疑啊 来吧 我们试试 第三扇门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机 没错 哇 这是个小草耶 这是个小草来了 没有花销 没有花销 没有树构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好小草 你全都寂寞 全部烦恼 你看我的伙伴变成天亮 追焦 春风啊春风 你把我吹 阳光啊阳光 你把我照亮 可流瓦山船 你不预料我 大地呀母亲 帮我轻轻拷发 大地呀母亲 帮我轻轻拷发 我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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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长得真的好帅啊 真的 太漂亮了 你没有觉得 我相信那个崔老师 看到他第一眼 你首先会想到 这孩子绝对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培养的前置啊 真的漂亮 真的 舞台表现力还特别好 真的真的真的 好可爱 唱歌唱歌还这么好 但是下次唱歌 是把眼睛稍微抬起来一点 因为你个子 你老看前面 我们看不到你的眼睛 那么漂亮的眼睛 你看 看我们俩眼睛谁大 对着那镜头 一二三 真大 好可爱 谢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她的名字叫周安信 特别棒 真漂亮 漂亮 慢点 别摔倒了 小心 好的 接下来呢 我要告诉您 崔老师 您的家庭梦想 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三千元 太大了 成功 走不走 就走呗 这个我觉得 下一首歌 您就听好吧 什么意思 来吧 请按响 门铃 请不吝点赞 这个要容我思考一下 我知道它是一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 这个电影呢 是赵薇导演的那个叫 智青春 但是这个歌的名字还要说出来吗 当然了 那就是 智青春 智青春 对 电影的名字叫 智青春 智青春 对 肯定没错 肯定没错 肯定赵薇导的 而且他首页的时候我们都去了 为大家在这里再次隆重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崔秦琴老师 是众名演员赵薇的恩师 所以说 对赵薇的导演处女作 您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对 今天特意把这首歌藏在这 我们就想看看您到底能不能听出来这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智青春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请 没错 没错 我总也的手掌头的时光 你闪烁的眼神脆弱的心眼 谈恋的岁源被无尽重含 脚踪的星星一眼笑云散 两城美景奈何天 为谁幸福爱谁天 这年华青春失去 却必有冬天 两城美景奈何天 为谁幸福爱谁天 这年华青春失去 明白了世界 谢谢开睡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至青春 崔老师恭喜您 您的答案是正确的 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记得到了 一二三四五千元 太好了太好了 但是小妮斗胆纠正一下 这首歌的名字的确叫至青春 这是我们经常我也会搞混的 但这个电影的名字 叫 至青春呀 至我们 中江 中江市区的青春 这是电影的那个 但一般简称就是至青春 好的老师 我做了 刚才为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崔老师是 著名演员赵薇的恩师 赵薇是96级表演班 96级表演班 哇天哪 真的是卧虎藏龙啊 风生水起啊 那绝对是明星班 出了很多的明星 比如说有黄小明 陈坤也是96的 对对 还有孔 孔梅 对 郭小冬 郭小冬 祖风 哇 对 和林 严丹臣 不光是您培养出来的 而且还是崔老师 慧眼识珠 从最开始面试的时候 您就给拔上来的 对对 赵薇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评价一下 赵薇就是一个 无比调皮的一个学生 调皮 对对 调皮的一塌糊涂 就是大家看过 还珠格格吗 他本人就跟还珠格格 是那个里面的一模一样 大错误不犯 小错误不断 对 永远犯错误 老师的考读出来了 真的 真的 当时还有 您给赵薇开绿灯 那个小事 他来考试的时候 就早来考试 对 第一次来考试的时候 就是 说有一个学生 把那个中考证丢了 那大家都知道 中考证丢了 就不可能再考试了 然后我就去 我说 谁呀 谁把中考证给丢了 就完全很气愤的 然后 就一个女孩 特别泪眼朦胧的 抬这个老师 是我 我说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他就说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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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在说的过程中间 我就不断地在琢磨他 就是他的 外形啊 他那种表达的那种 那种心情啊 那种感觉啊 让我感觉到 哎呀 这个小姑娘 满灵的 我说 那你等一下吧 我就去找到我们的 招生办的主任 就在这种情况下 很特立的北京电影学院 给他补办了一个 准考证 这个很神奇啊 你想象一下 如果当时要是 您没出来 没帮他办这个准考证 那现在 那就另外一回事 我们可能会错过一个 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 那可能会考到别的学校 黄晓明上学的时候 什么样 跟现在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 就是那种感觉 他什么样啊 上学 他上学的时候 是一个特别那种呆萌的人 呆萌 对 特别呆 比方说他讲话 他总会说 报告 老师 他那个时候还说报告 就是很搞笑的 他都不知道 有北京电影学院 对 这个名称 他当时最高的那个理想 就是去考 浙广 学什么呀 学广播 跟你一样 要学播一 对对对 得亏他学了 表演 表演的话 表演就完了 你们俩就撞上了 对啊 是吧 所以这些我们特别熟悉的演员 他们现在在生活当中 给我们的粉丝和观众 表现出来的一些性格特征 其实就源自于大学史 特别想继续再聊一聊 但是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人 我想急着拿起来 急着拿起来 这怎么划 怎么广范啊 老师 怎么广范啊 怎么一会儿又是那个歌 一会儿又不是那个歌啊 傻意思 你们是不是剪机上 您觉得我们15秒的门铃 我们还剪五首歌 怎么看 你们一会儿这样换 一会儿换那一下 还真没换 就是一首 您的直觉 您的第一直觉 您刚才不是唱出来了 好大一棵树 你哥的鼓鼓 跟您一笑 好大一棵树 好大一棵树 确定了 确定 确定我就开了 开 开 真的 真的 我觉得您做的比我优美 是吗 我向您学习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起 开了 好大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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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的祝福 你的胸怀在蓝天 深情藏我土 好大一棵树 绿色的祝福 你的胸怀在蓝天 深情藏我土 谢谢许杰给我们带来的好大一棵树 孙老师 我们更要恭喜您 因为您的家庭梦想 今天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元 恭喜我 太好了 太好了 特别开心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诗人 崔老师 很谦虚 自比为一棵小草 但是我相信 在所有您的学生的眼中 您绝对是那棵 投下一片绿荫的大树 今天您的学生来现场了吗 来了 来了 在观众席 还是在亲友团 都有 都有 对 我们观众席当中有学生吗 在这 来找找手 看看你们 第二现场的学生们 也跟我们打个招呼 你们好 在哪 崔老师好 这边都是崔老师的学生 你一看帅哥靓女 那就不会错了 是不是今天也借这个平台 也说一说 在你们心目当中的崔老师是什么样 崔老师在我心目中 是一个特别独特的老师 独特在哪呢 我们的老师很潮 很时尚 他教会我们的 不光是专业上的知识 更是生活上的点点滴滴 崔老师是我的女神 是我 真的 崔老师可以说是一个上德厅堂下的厨房的人 他做饭特别好吃 你们都吃过啊 对 应该是崔老师的学生经常都会被崔老师请到家里面去吃饭 真好 崔老师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温和的一个老师 因为在平时生活中你会看到他很多很可爱的一面 崔老师此刻是不是特暖 是吗 对对对 我很高兴 很高兴 心里特别温暖 因为这是他们面对面第一次夸奖我 我平时没机会 你们看你们平时多夸夸老师 别光吃啊 有这样的老师 我相信学生们很幸运 对特别羡慕你们有这样的好老师 也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前程四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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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放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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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您现在收获了一万了 挺多的了 如果您觉得够就见好就收 那如果您觉得对他们特别放心的话 您可以向前走 就是说要有问题还能请教他们 你们三个行吗 啊 行 你们呢 走 我听学生到了 他们的意思是够了 差不多够了 OK了 不是 他们的意思是走 够 来吧 请按下 门铃 OK 加油 好 嗨呦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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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您可以继续按 再按 嗨呦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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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让听了 崔老师 啊 一共只有15秒的时间 哦 所以您这15秒把开头听了三遍 没有了 我刚才觉得就是心里有点紧张 你嘚瑟一下就行了 嘚瑟一下 他没接触好 你嘚瑟 听出来了 对 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不用求助 不是 他是那样的 是 您可别求助啊 因为我看您学生都在 都在找地儿 他们肯定不知道 躲啥呀 他们肯定不知道 他们傻了 你看 都藏起来了 你看 哇 你们三个把我给害了吧 第二现场人呢 不是 您要是求助 您可以 我不 太过分了 你们至于吗 太过分了 太没出去了 这是年代比较久远 他们还都年轻 我告诉你 是 猜 马脱乐 干嘛呀 我会唱 你会唱 对 您唱两句 唱遍 那个一帅 啪啪地响 哎 还有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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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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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了 什么歌 演社会主义大道 奔前方 哎 还有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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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还有呗 还有呗 演社会主义大道 奔前方 哎 还有 哎呦 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 这首歌就是电影 青松岭的主题曲 《沿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哇 周老师 您确定是这个答案吗 《沿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就是这个 没错了 就是这个 真的吗 缺一个笨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街 对吧 耶 唱片里 那个依儿耍 啪啪的香 嘿嘿呀 赶紧那个大车 出了庄 嘿嘿哟 一开 那个重重 不忘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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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车 哪里去 哎呀 人家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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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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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郭唱家 蒋大为欢迎蒋大为老师 要恭喜您 崔老师 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 哎呦 一万五千人 哎呦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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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您应该跟我们说说您这家庭梦想基金到底用来干嘛吧 您就光说了是帮助学生的学生 帮助学生干嘛呀 呃 是这样的 有一个工程 就是大学 大学帮助小学 去搞美育教育 刚才出现的这个学生还有那个二线场的 他们现在呢都分开在五个学校 去帮他们去排练呀 去搞呃表演呀 这个时候他们就发现呢 在这个学院路小学 有一些同学 有几个同学他们患有自闭症 对 而且这个校长始终是坚持要收这样的学生可以来的 所以呢 他们回来以后就特别的感动 然后就一直想为这些自闭症学生做一些事情 那么正好今天呢 我们就想把我们获得的这个一万五千块钱的家庭梦想基金 去帮助这些有自闭症的小学生 进到我们的一点点微薄的一种心意 感谢崔老师言传身教 真正的教会 他的学生们什么叫做为人师表 谢谢崔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所有培养了我们这些学生的老师们 向你们致敬 谢谢 好了 崔老师 您的家庭梦想 我们现在也知道了 所以我们急切地想要知道您接下来 是不是要勇敢地闯第七扇门 还是见好就收 第七扇门如果说您能够打开的话就是两万元 有人说走 有人说不走 您自己决定 见好就收 恭喜崔老师 您今天一共收获了一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这不够 在这里要感谢长河计算好的会员桃果肉 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 谢谢崔老师 再见